主板恢复出厂设置式 按住主板左边第一个长按它 会低一声低两声 第三声也要断电 好 等这个这个灯 这灯面 好 再上电 上电以后 先按开 要看你的是左固定还是右固定 因为我这台是右固定 它的方向就是反的 在关的状态下 它就是变成 看这个它就是开 按这个它就变成关了 然后我们就 再按菜单 这个L杆1就是开闸的速度 越大它就越快 L杆2是关闸的速度越大越快 这个不用调 这个一组反弹 调到20 L杆5不用调 L杆6水平位置 实感的话一般调到40 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L杆9 这个调到35 这个调到35 这个是减速 旗杆减速 调到65 这个是减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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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的话就调到45 然后再调下这个方向 左固定就不用调 右固定就调成002 然后再按菜单 然后再选到学习遥控 L杆F 按摇控器 显示三个0的时候 按摇控器 传按 好 这个就学习成功了 然后 要退出去 然后再断电充器 因为调了方向 就是要断电充器 如果你没有调方向的话 可以不用断 现在再上电 再起落 再落 然后你设置 延时落感的话 就按这个 谢谢观看 好